除非說 你做了太多的動作 當然你會發現 在Client端的 負擔也會比較大一些些 所以 其實像那個 如果你Facebook多開幾個網頁 或者是YouTube多開幾個網頁你會發現 你很快你的記憶體 或者你的CPU就會run的你的那個 Loading就會非常的重 主要原因是 他們就是利用這樣的技術 那可以節省那個server端的一些處理的時間 那這裡的話伺服器傳送的 其實只是資料 只是資料 所以 計算的部分呢 通通都依賴 這個Client端 所以這部分的話稍微了解一下 那這個瀏覽器與伺服器互動 需要持續 這個部分的話呢 因為是非同步的 所以 只要有需求 就會 做一些互動 那這部分也是透過Agents引擎 去幫我們做這一些判斷 那裡面的話呢 當然前端 必須也是 剛剛講過用 JavaScript 來做一些處理 然後 其實 甚至他不需要使用的做出 任何傳送的動作 他就直接由 JavaScript 程式傳送回 是不是處理 那這邊有提過 像Google的不只是 這個 這個 這個這個網站的 這個動作 其實在很多Google的這個 一些相關的服務上面 其實運用的方式都是差不多的 我剛剛提過 好幾種 OK 那這裡的話 大概了解一下 那他的優缺點 我們也大概看一下 這個Agents的優點 主要有幾個 比如說可以 快速的改變 頁面 那為什麼可以快速 改變 頁面主要原因是因為 他不需要傳到Serv 他直接開一段就處理完了 所以其實那個速度會快上很多 第2個的話 使用非同步的溝通技術 那所謂非同步技術是指的 使用者在進行與伺服器溝通時 瀏覽器不必靜靜等待伺服器的回應 也就是說伺服器 如果 人數多的時候 你就要慢慢 等等 尤其像那個 像比如說 常常比較報名好了 或者他買票的時候 你光等那個Serv回應 你就快要瘋掉了 為什麼因為太多人在線上了 那如果說你這個地方非同步的話 那很多動作呢 都在 殼內端處理完 那